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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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從北安路 右轉進去建南路 路上有猴子耶 要看到 哇賽 文堅山步道口到了 大家好 我是Jordan 我現在在內湖的文堅山步道的路口這裡 文堅山步道這裡 最近有做整件 而且有新建一個文堅山平台 所以今天我們來去看看 我會走一個歐型路線 後面會走產業道路 好 我們現在就出發囉 現在前面這一條是建南路 在入口地方 這邊可以停大概五樣汽車 這邊就是文堅山步道入口處 往這邊走進去 這邊是屬於台北大宋走的第五段 文堅山三角點 300公尺 入口這邊的道路兩側是出的白線 所以也可以找適當的位置停車 喔 已經來沒多久 這邊就有一個碉堡耶 來看一下 哇 這邊的射口 或者是偵測口 已經封起來了 再往上走 待會我們往右邊走 先看一下左邊這邊 碉堡上面 看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 好 繼續往前面走 文堅山土耕點到了 從剛剛的入口 走到文堅山的土耕點這裡 是緩散坡的 但是我是覺得還好 還不算是太難走 土耕點這裡有幾個休憩 所以待會我們會再往前面的步道走 文堅山土耕點還把184公尺 文堅山到手 這個地方有展望 前面是北投分化爐 不過今天霧氣比較重 這邊的步道在最近這幾個月 有兩次的診間 不過是用手作的方式 所以這邊的步道依然保有自然的味道 繼續挺進 左邊這邊有另外一個展望點 這邊的展望點比剛剛的展望還要好 回頭繼續前進 這裡轉下坡 這邊有分岔路 我們往前面走 這邊有指標 往前面就是往台北大中走第五段 也就是往捷運建坂站 文堅山步道是屬於雙進雙出 也就是說會有兩個出入口 步道長度大約600公尺 現在步道走邊這邊 往遠處看可以看到松山機場 不過看起來也是霧萌萌的 這邊上坡 再看一下景色 松山機場還有101大樓 這裡視野不錯耶 其實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看得到 七星山主峰以及大屯山的 不過今天霧氣實在太重 所以他們是比較遠的位置 看得不太清楚 有點可惜 大輪尾山 陽明山群山 可以看得到下面有故宮博物院 繼續往前挺進 目前一路上都有遮韻 而且今天最高屋也才24度 濕度也不會很重 所以走起來很舒服 是登山健行的好天氣呢 哇哦 不錯耶 你好 早 聽聽蟲鳴鳥叫的聲音 前面是文堅山步道 另一端的出入口 出來以後接產業道路 往右邊走的話 聽說會被攔下來 那邊是站背道路 我們往左邊 左邊的話也是台北大舟走第五段 往捷運健談站 以及老地方觀景平台 現在這一段有鋪設暖木屑 所以走起來非常舒服 很像走在彈簧床上面一樣 一過彎 前面就是新架設的文堅山平台 也就是今天的亮點 文堅山平台這裡就是在2011年 台灣有一部很紅的偶像劇 叫做《我可能不會愛你》 用心結跟大仁哥在這邊喝酒彈性的地方 不過這部偶像劇我沒有看過 先看一下這一個平台 這是新建的喔 之前因為這邊草長得很長 所以這邊不好觀景 這邊一度的沒落 現在大力工程處在這邊做維護了 希望這邊能夠再度的亮起來 看一下平台的景觀 現在有一架飛機要起飛了 看一下站在平台上的視野 前面是松山機場 101大樓 美麗華的摩天輪 這邊整理得還不錯 不過前面這棵樹是有點大 所以擋住了蠻多的視線的 離開平台 繼續往前面走 現在走的就是平台的水泥路 目前還是有速運的 往右邊走的話 可以到老地方觀景平台 還有捷運建坛站 我們繼續走水泥路的產業道路 現在這一段會曬到太陽 現在雖然是下坡 但是坡度很平緩 所以不會覺得膝蓋不舒服 機器沿著產業大路右轉 這邊有路標 這邊是建南路326巷 36弄 這邊有一條溪 不過水都已經乾枯了 前面右邊可以往武崗營區 還有進修宮 我們走左邊 現在這邊又接到建南路 這邊路就比較寬了 而且兩邊是出的白線 所以假設你不想走溫堅山步道 這個山路的話 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你可以把車子開到這個地方 然後走剛剛那個產業大路 走到溫堅山平台 第二個 是直接開車或者是騎摩托車 騎到溫堅山平台 但是從這個地方到溫堅山平台 這個產業大路比較狹小 所以要會車比較不容易 就丟給你去山肘考慮囉 是不是這邊建南路比較寬 而且兩邊是出的白線 現在在馬路的左側 這邊又有一個碉堡 喔 所以這邊以前是軍事種地喔 左邊是淺園 這邊有一個軍事建築 看一下喔 看起來是已經廢棄沒有在使用了 這邊的佛祖書像也是蠻特別的 你看這是它雙手合十的手 從土裡面伸出來 現在要回到 我們今天出發的 溫堅山步道的入口這裡了 我現在要回到 溫堅山步道的入口這裡了 我們今天完成了一個 非常輕鬆的O型路線 今天總步行距離大概是2公里 總步行時間不寒休息的話 可以抓一個鐘頭 總上升或是總下降累積 海拔代表是60公尺 我會把今天的路線資訊 以及GPX 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裡面參考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